一个又一个的兵马俑在废墟底下 美尊东倒西歪表情严肃 虽然手上没拿着兵器 但左手握拳的姿态仿佛是一名远古战士 难道真的是古迹出土吗 这边应该不可能会有啊 这边应该不可能会有啊 这是那种比较古代的东西啊 仔细一看 兵马俑的上方都是破裂的钢筋水泥 甚至还有怪手 原来这里是正在进行拆除的 海豚关饭店地下室 进来 宁宁进来 七层楼的饭店瞬间倒塌 吐石四散扬起大片尘土 海豚安饭店从去年进行拆除工程 今年一月初突然倒塌引起关注 没想到这回又在饭店地下室的缝隙 发现疑似兵马俑出土 那个是什么 那是什么 这是我们之前做的那个兵马俑啊 这是真的吗 假的啊 假的啊 这些兵马俑只是复制品 原本是一间历史文物公司的艺术展示品 九年前与饭店合作 就复制一批展示在饭店门口 后来就存放在地下室 直到最近拆除才意外出土 根据记载 澎湖最早的人群居住 推估在距今四千五百年前 但当时秦朝已经灭亡 不论是历史或是地理 当时的澎湖跟大陆几乎没有渊源 不过猛然一看 还真的像是出土文物 也意外让工地成为牌照景点 至于将来要怎么处理复制品 还要看老板的意思 记者炎鱼龙林玉君 澎湖报道